大家好,今天又和大家分享《聖經》 每個星期一次,繼續《尼家者》系列 今次會分享一個人物,原本我也想過跳過的 也挺限講的 不過其實我最喜歡講這些 今次講過人物,未必大家很熟悉 但一講就知道是誰 未講的時候,可能就純粹提名字,大家未必最熟悉 這個人物是史詩時期 魯德記的...其實他不是主角 他是超級大Kenevair 但這件事是因他而起 《經文》就打出來 當史詩秉鎮的時候,國中遭遇大饑荒 在猶大伯利行,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去摩牙地紀居 當看第一節的時候,你就看到這個人物 或者他這個行動已經充滿了爭議性 這一段聖經已經將爭議性完全顯露出來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爭議聲中的嚇死異鄉 竟然最後還要嚇死異鄉 這個故事發展後大家都知道 但不講結局 我們華人很多時候都傾向skip過程 只是成功神學,一講講最後,一講講幸福音 很多時候走的時候,那個人是不知道的 加上作者去描繪這個故事 一開始第一節,正如我剛才讀出來 都會見到在一個爭議聲裡面 為什麼這麼說呢? 時思時期本身已經是一個爭議的時期 當時國中遭遇飢荒 爭議點在哪裏呢? 就是誘大伯利行 如果我們對原文聖經 或者我想在香港 或者在跟香港有關的教會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對原文都很熟悉 就算你不是讀過原文你都知道 百利行原文的意思是 食物或是麵包之城 就好像中國人 順德如米之鄉 是一個很多食物的地方 所以爭議點第一個 就是在一個安定繁榮富貴的城市 即是百利行麵包之鄉 竟然遭遇大饑荒 我們大家不用這麼快 將自己的處境讀進去 我們在哪裏 為什麼會離家呢? 其實也是在這種爭議性裡面 這個聖經說 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摩押我們知道就是另一個爭議 摩押亞門都是一媽的 我們知道是羅德一個奇怪的後裔 為什麼說奇怪呢? 自己看回創世紀 以色列人和摩押人和亞門人都不太好朋友 他們在爭議聲之中逃到外邦 離開蒙福 上帝恥福的地方 去了一個外邦的地方 所以第一節已經在爭議聲裡面去討論 摩押就出現了很多次 在這節裡面 後來有摩押女子 取摩押女子為妻 又是另一個爭議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這個確實是爭議聲的地方 為什麼你對上帝沒有信心呢? 百里行 或者猶大地 上帝應許之地 流奶與蜜之地 與朱雅摩西帶他們進入 這是好地方 為什麼他們會離開呢? 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地方 為什麼你對上帝沒有信心呢? 在饑荒裡面 但留意這段聖經 他只是提出 作者提出很多爭議點 摩押 就算到十代都不可以入爺華的會 這些取摩押女子為妻 即是不取本地本族的為妻 這些全部都是爭議 但是作者 或者這裡你看到上帝 是並沒有任何負面的批評 只是去把具體的事實 將這個Tension 將這些爭議都放在桌上 就是去邀請我們讀者 一起去思考這件事 邀請讀者一起去 即是他不會很早有很多的價值判斷 相反他更加是挑動我們裏面 我們裏面一些既有 好字面 或者怎樣的價值觀 重提摩押 重提麵包之城 很肉身的需要 機房 當然你再仔細去看路德記 其實我們之前 我和一班電影節目 查路德記 他們都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知道後來 老德就回鄉 回鄉 回鄉的時候 那些人認得他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多人是沒有走的 很多人是沒有走 兼是沒有餓死的 而且好地地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會不會又是 有些弟兄姐妹就問 會不會是這個 以利米勒 或者這家人 即是有一個人 是沒有信心 對上帝沒有信心 其他人不在 其實最後都好地地 那他們呢 是不是枉離開呢 加上我們知道他們賣了地 到底他們是 饑荒窮到要賣地 他們都搞不定才離開 還是他們是賣樓走 賣了產業 離開呢 我又是邀請大家 首先 不要那麼快 把我們的處境讀入聖經裡面 不過呢 我想強調 這一段的經文 或者這個路德的故事 就是在這個爭議聲裡面 開始 而且作者是刻意讓我們 正面面對 以及思考這些爭議 作者呢 用有一個人 帶著兩個兒子去摩亞地寄居 作者是否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是否不知道他們的身份 是否不知道他們的處境 不是 不過作者這樣描述 就是想 引導我們 邀請我們 代入那個處境 他只是有一個人 後來就說他的名字 就是他叫以利米勒 這個人的名字 也很有意思的 以利米勒 如果對原文有些認識 以利就是我的神 米勒就是王 我的神是王 我的神是王 這個特號就是 士師記的一個對照 士師記是怎樣 那時以色列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而這個以利米勒 他的名字 我們知道 舊日聖經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名字 就是反映出 那個人的本身是怎樣 即他是人如其名 以利米勒是一個 以上帝為王 當以色列各人任意而行 眼中沒有王的時候 這個人是視耶和華為王 所以這個人 其實聖經 提起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正年 然後提起他太太 兩個兒子的名字 他們都是由戴 八利行以法他的人 他們上一代都是 娶回八利行的人 後來帶兒子 流落以鄉 然後娶了魔法女子 戰轉 這裏好像麥兜故事 沒有說為什麼 總之 死了在那裏 死了在那裏 兩個兒子都死了 最初 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 最後回來 第四節 第五節 對應剛剛好一個相反的說法 首尾呼應讓我們知道處境有多差 就是馬倫和基蓮兩個都死了 正下那裏 沒有丈夫 也都沒有兒子 他們滿滿出去 兇兇地回來 這個都是那裏 後來的自白 他變得很苦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段聖經 就是在爭議聲之中走爛 而且更加嚇死而向 我們華人 或者不要說華人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很效益主義 很短視的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 有爭議 我們很快就有一個結論 用一些我們既定 甚至是聖經的原則 其實這裏都是聖經原則 不要娶摩亞女子 摩亞人 就算到十代都不可以入耶路華的會 這些都是聖經原則 我們很多時候很快就想把原則都搬出來 說這個人沒有信心 麵包之城 上帝應許流奶與脈之地 沒有東西吃 你馬上就對上帝沒有信心嗎 你不是應該死守在這個地方嗎 你不是應該怎樣怎樣嗎 你不是應該取本地本族的女子為妻嗎 我們很快想下結論 但是這個故事正好恰巧告訴我們 其實上帝的計劃 上帝的工作 是可以遠超過我們的幻想 我們知道這個摩亞女子 魯德最後不單止入了耶路華的會 更加是先祖大衛的始祖 亦都是耶穌基督的家譜裏面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下一個尼加姐 我會講是魯德的 魯德是一個在摩亞地尼加去到 猶大地的一個女子 不過這個留下集先說 其實我都未想的 我都是邊講邊想的 所以我們人很多時候傾向很短視 很快搬很多的規則 do's and don'ts 甚至聖經原則 去到批評這些故事的人物 當中我們很滑地去看 可能就是有一個人帶著妻子 因為饑荒地離開了 和兩個兒子 我們會批評他沒有信心 批評他犯禁 但是最後上帝仍然去使用這個家庭 甚至很突破地 去到讓一個摩亞 一個外邦女子 能夠入到耶穌基督的家庭 當然我們今天如果讀到很遠 我們知道就是 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是臨到外邦人 就是藉著這個家庭 其實一早已經是 這個摩亞女子 可能是第一人 我們見到一個很特別的神跡 去到發生 當然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這件事 去justify這個人的生命 事實上這個人他叫以利米勒 這個名字初頭出現 到後來都出現 正好就是時時時期 一股完全相反的想法和信念 到底我們是不是就是 因為饑荒走爛 去discredit這個人 我們要看他本人的生命 看他的後續 想怎樣使用這個人 去成就一些 我們根本想像不到的事 回到今天 其實我都一兩個禮拜之前去想這件事 上個禮拜 就經歷了一位熟寧長輩 來到真的嚇死而向 我一天完全 function不到 這個長輩是 即是我離開了之後 幾乎唯一一個 都還是會找我的人 關心我的人 不好意思 現在講起都有點激動 不過我不提他的名字 或者不怎樣 這幾天聽到很多不同的左中右 有些不同顏色的立場 就拿出來笑 拿出來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甚至在這一邊 這個基督教圈子裡 都有人去消費這件事 突然間爆了一些牧師出來 搞那麼多事 突然間又走了 到底這件事是超自然 有些人都說 你說暗殺 還是說上帝擊殺 但是我們認識這位長輩的人 那晚我參與這道教會 弟兄姊妹的祈禱會 我都見到一些新認識他 或者我認識他一段時間 甚至認識他很多年 都知道他是為人 一直來到 都是成為別人的祝福 以前成為別人的祝福 Anyway 在爭議 聖經裡面走爛 的尼家姐 到底我們的生命 是成為怎樣 將會被上帝使用 是被上帝越蠟 我想說 我也不想說太多這些爭議 因為聖經也是鋪陳了這些爭議出來 讓我們自己去思考 今天我們要怎樣思考 我們繼續很短視 很快 去用很多原則 去到批評一些人的行動 以及他的動機 還是我們都靜心等候上帝的作為 我想去和留 是一個很簡單的決定 其實都很複雜的 幫我姑且說是一個很簡單的決定 是一個很短的step sort 但是呢 上帝的工作 要去到永遠 是千秋萬世 是影響萬世萬代 好像這個以利米勒 我們參與其中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快 去做一些這麼冷血的判斷呢 聖經作者在這裡 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判斷 甚至我們都加油 去到 即是都在上帝面前靜默 我相信非常時期 是時期 寄放都是非常時期 有非常地行動 不是我們一般人的意念 可以想得到 希望我們都在 上帝的高超的旨意裡面 能夠謙卑下來 我們去等候 我們去等候上帝的聲音 等候 看那些人的結局 看我們自己的結局 我們都心存敬畏 去到 活在這個時代 求上帝保守我們的心 求主幫助 今集就這麼多 有些情緒 不好意思 不過人都有情緒 我們比試分享 就盼望這個系列 都能夠成為大家的幫助 首先 其實真的成為我自己的幫助 我自己都要靜下來去想 因為我就是要去尋求 那我不尋求 我也不知道前面應該怎麼走 Anyway 剛剛看的subscribe 都是這樣說 有員見到打個招呼 有問題 有想法都可以歡迎留言交流分享 最後都說多一句 多謝大家支持 都維持到三四百人去看 都起出網外 我不是看過人數 而是 其實我去 在一個 平時自己講露營的channel裡面 後來來到英國 就變了講英國生活的channel裡面 去到轉向 其實是一個威士忌的動作 好啦 其實這陣子都是 很多人unsubscribe 有很多新人加入 Anyway 我都不是最擔心這些 因為其實 搞了channel 可能一個月的收入 幫到我去兩次超市 但是Anyway 最重要的是 我仍然有侍奉的空間 我知道很多傳統人 突然一聲 來到了英國 所以你想找侍奉 都不是容易的 當然 受不受身 是否在體制 是否在教會裡面 其實不是最大的 而是自己 仍然可以 有一些侍奉的空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盼望 真是上帝能夠使用 下次再見 拜拜